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非如此 就像骑白马的不一定就是白马王子 那么扎着辫子的也不一定就是俏皮可爱的女孩 还有可能是女鬼 在很多的电视剧中 我们看到的女鬼都是披头散发面目猙獰 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 却是一个扎着两个辫子看不清面孔的女鬼 那么这个女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还得从1970年说起 话说在1970年的香港中文大学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月不明心狠兮的夜晚 某男生从校园路过 远远的就看到一位梳着麻花辫的姑娘在哭 她慢慢走过去问她为什么哭 姑娘抽抽搭搭的说没有人愿意和她说话 男生说那你转过头来我和你说话 姑娘说你看到我的样子你会害怕 男生自视胆大 以为对方只是害羞 就拍着胸脯让姑娘不用担心 而姑娘转过脸来 脸上却是一条麻花辫 这可把男生吓得是扭头就跑 然而遇到这辫子姑娘的还不止这一个男生 另外一个是在图书馆看完书后 决定沿着校内的山路小径回宿舍 这路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阴森又冷清 让这个男生是直打哆嗦 没过多久 这个男生就发现 不远处有位身穿白衣 后面竖着辫子的姑娘 独自一人在山井间徘徊 像迷了路似的 这个男同学心里想啊 就算在校园里 但是一个女孩子大晚上的在外边也不太安全 于是就出于好心过去问一下 当白衣姑娘把头转过来时 男生被眼前的一根麻花辫吓晕了过去 据传后来这个辫子姑娘 经常出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情人路上 每当午夜 她的头就掉在树上 垂下一根长长的辫子 每当行人路过 她就用她的长辫子 扯掉那个人的脖子 抓来交替 究竟这辫子姑娘的模样 为什么会如此吓人 她又为什么会经常出现在香港中大的校园呢 别急 咱们接着往下看 话说是在六七十年代 内地有不少人偷渡去香港 部分人藏匿于往来广州与九龙的火车上 到点后便跳车逃走 一位年轻的女偷渡客 有样学样 想偷渡去香港 当火车经过中文大学时 她便赶紧跳车 殊不知在跳车的一刻 她头上的长辫子 被火车的某个突出物给勾住 在行驶火车的拉扯下 那位女偷渡客的辫子 头皮脸皮被一并扯掉 当场惨死 因为惨案发生地点就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 由于死的冤枉 那位辫子姑娘的魂魄才一直徘徊在中大校园 阴魂不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2010年 一直流传于学生口中的辫子姑娘女鬼 据说有人在港九的多处地方都看见了 更有一名中年女子 因为看见了辫子姑娘而身体不适 整个人是语无伦次 立刻就被朋友送去医院检验 还有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拍到了辫子姑娘鬼魂照 他所拍到的照片中 隐约看见一个60年代打扮的女子 正面看长辫子 有风水大师看了之后就认定 照片中的是辫子姑娘的鬼魂 一时之间搞得是人心惶惶 到了晚上是没有人敢在路上多坐逗留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遇到这个辫子姑娘 后来又有六个被怀疑撞鬼的路人 他们分别报称 在望角 拳弯和沙尖嘴等地方 看到了一个没有面孔 前后脸都长着辫子的女子 他们表示该女子有如传说中香港中文大学的辫子姑娘 令人不寒而栗 其中有一个人还表示 以后晚上再也不敢一个人单独出门了 然而这事情还不算完 在2011年 2012年 2014年 都曾有人目击辫子姑娘出现 虽然出现地点不同 但是描述的形象都是一样的 这些目击者和这辫子姑娘都有一段距离 当目击者发现她后 辫子姑娘会一转角 然后就消失了 说到这里啊 相信大家对这辫子姑娘肯定是心有余悸 但是仔细分析 其实不难发现这辫子女鬼事件中的漏洞 首先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数一数二的高校 如果闹鬼事件成立的话 那么因此事而死亡或受伤的学生 应该会有记录和报道才对 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 对于整个事件的描述 没有明确预示的主人公 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其次在六七十年代 内地人偷渡去香港的途中 难免会遇到危险 这些偷渡客心里边委屈 来创造一些因偷渡而做了鬼魂的事情 也不是不可能 最后 因为辫子姑娘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就有公司拍成了恐怖电影 该电影在上映之前 为了宣传造势 而专门找人打扮成辫子姑娘的模样 出现在街头街尾 不少路人被吓得云无伦次 再说了 路上随处可见扎着辫子的姑娘 有些胆小多疑的行人 错把姑娘当迷鬼的事情 也是会有发生的 所以 当我们面对此类事件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崇尚科学 积极向上 健康生活 好了 本期的一文录到这里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更多精彩内容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斗军BDJ731 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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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